日前儿童电影《卖斗的夏天》 墨尔本首映活动在皇家里东大学举行 此次活动由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 澳大利亚影视作家联合会共同举办 中国驻墨尔本总领馆陈晓领事发表了讲话 他希望通过这部电影 能和澳洲当地的中小学的孩子们交流 让孩子们在欢乐的同时 感受到中国少年儿童的快乐成长 进行心灵的沟通 活动现场热闹非凡 许多爸妈携子女一同前来观看影片 电影《卖斗的夏天》 讲述了城市孩子卖斗 到农村奶奶家过暑假的故事 卖斗既有城市孩子聪明的一面 又有因娇生惯养 形成的自私任性的一面 在奶奶家 他认识了一群小伙伴 通过暑期的相处 他也和这里的小伙伴 由最初的冲突变成了融合 实现了自我成长 放映结束后 澳洲观众纷纷表达了 对这部电影的喜爱 据了解 这部电影将在澳洲 二十多所中小学放映 我会想起来的电影